天氣變涼了 可是我們就發現說 今年如果要買羽絨衣 恐怕也不便宜囉 佩玉 的確 經過一個週末假日之後 大家應該都有明顯的感受到 這天氣怎麼一天比一天還要冷 天天都大概只有20多度的低溫而已 好像冬天真的來了 而且今年其實也有人說 恐怕會迎來史上最冷的冬天 所以就帶您看到說在北海道這邊 竟然已經開始下雪了 有沒有搞錯 現在才10月份而已 北海道的出雪竟然是提早 17天來報導 以前我們不都是11 12月 才在北海道看雪玩雪嗎 但是現在是一口氣提前了17天 而且當地人都已經開始戴毛帽 穿這個厚外套還有雪雪保暖了 但是其實這些東西 都是需要棉花才能製成的 可是現在全球的棉花 是欠收的狀況 這產量是嚴重不足 連帶是美國的棉花期貨 竟然是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時間內 就暴漲了4成 所以現在很多成藝業者都說 真的好辛苦 叫苦連天說 這利潤都被稀釋掉了 現在就有人在說 如果你想要趁這個寒冬來襲之前 到特賣會裡頭 以前大家不都很喜歡到這個特賣會裡頭 去挖寶 撿便宜嗎 但是現在你很有可能會找不到特賣價了 其實我今天也有到這個特賣會裡頭 我就去問這個老闆說 奇怪這怎麼架上只剩下兩桿的羽絨衣 冬天到了難道不賣羽絨衣嗎 沒想到一問之下老闆才說 其實因為今年全球都在缺棉花 衣服根本做不出來了 很多的這個品牌端 光他們自己的專櫃 還有代理商要賣 都來不及了都快沒貨了 根本不可能有多餘的庫存 可以給這個拍賣會 甚至是outlet來賣 我們就打個比方 像是現在有特賣會的業者就跟我們說 他現在進貨成本要多一到三成 才能勉強搶到一些貨來賣 所以像是以前一件 3000塊的羽絨衣好了 你在這個特賣會隨便撈 應該都可以找到三折 四折價一件1000多塊 甚至是900多塊就買得到了 但是現在因為成本高了 所以老闆可能只能打7折8折賣你 一件你還是要花到2000多塊才買得到 而且很多的尺碼 都還有這個斷貨的情況 那現在大家還在討論的還有什麼呢 就是冬天也需要用到的被子 現在竟然也有這個廠商在網路上說 因為沒有棉花快要斷貨了 要準備漲價 所以你看這個身上穿的衣服 身上蓋的被子竟然都開始斷貨了 沒想到現在就連你腳上踩的球鞋 也因為在越南那邊的工廠 遲遲沒有辦法恢復正常的供應 所以現在各大品牌都有斷貨的危機 而我們今天也訪問到了 這個賣運動鞋的業者 他是告訴我們說現在有多誇張呢 以前明明就是很普通的鞋款 沒想到現在竟然通通變成限量鞋賣了 現在比較新款的鞋子 都有延期的情況發生 一邊整理架上鞋款 一邊無奈 這個月本該到貨的當季新品 現在何時能上架 還是未知數 甚至有砍單的情況 因為要延到很後面才會上市 那可能客人沒辦法等那麼久 所以他們直接取消這張單 就不要做這項產品 你們可能就拿不到新品 對這個產品就不做了 全球就不上市之類的 以亞色式的黃金慢跑鞋 和美金龍這雙來說 新款都要等到11月 UNIKE與球鞋更誇張 得拖到明年才看得到 斷貨危機全球蔓延 幾乎各大品牌都逃不掉 像是知名的運動品牌呢 其實有高達51%的鞋款 都是來自越南所生產製造的 不過現在呢也受到停產的影響 竟然有高達1.16億雙的鞋子 是無法交貨的 新品到不了 舊的又快賣完 對下游銷售端來說 庫存形成大端層 就連專賣過激商品的特賣會 恐怕也將無貨可賣 代理商可能自己都沒有庫存 甚至於專櫃都沒辦法販售 所以就變成說前幾個月 他直接跟我們講說 是沒有庫存販賣給我們 因為專櫃上面沒有尺寸 客人慢慢的回流上來 那業績的確會好著一兩層 不過不可能太多 因為畢竟我們的量沒有那麼的大 搶不到貨等於普通鞋款 都要變限量鞋了 舉個例子來說 最基本的拖鞋 中間尺碼現在通通都斷貨 一般長青款休閒鞋 也因為原廠做不出來 只願意少量供貨 我常常去逛 不一定有什麼什麼什麼 我常常去逛逛看 對 有就買 就是多買幾雙 可能多買個四五雙 先買起來這樣放著這樣 民眾鮮小手為強 畢竟誰能想到 那天穿的鞋子 明明是消耗品 卻因斷貨如今快變奢侈品 東森財經新聞 許金友 洪佩玉 台北報道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即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